你有没有被鬼压过床 你有没有见过 在泰国驱鬼的这样的一个佛堂 是什么样子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在清迈的小女主 现在呢 我在一个在泰国清迈的 一个这样一个道场人的家里面 然后来看一下他们这边的道场 给别人如何去那个鬼 他们这样的一个道场是什么布置的 也很好奇 今天我就带人来看一下咯 来 跟我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一般呢 都是人呢 都会身上会有附这个鬼 然后呢 就在这边帮他们做祈愿 然后呢 帮他们做那个去鬼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所以可以看到 这边他们有这些布置 看一下 在泰国的道场 道场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边有放东西 然后还有牌 佛牌 哇 这是第一次看到 做这样的一个道场呀 然后这边还有那个花 很简陋的这样的一根 然后看看这个 还画了很多这样的画 哇 这都是手工画的呀 还挺好看的 你觉得吗 但我不知道这写什么 画了还这一个 看这个门口 还有这个画了这个 有鬼的这个样子 是不是很可爱 这个地方呢 是本地的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但这边的驱鬼是呢 其实挺神秘的 他们之前呢 据说是僧人在寺庙里面 但现在呢 可能因为某些原因 可能已经到了这个时间 没有继续在寺庙里面 但是他们可能拥有这样的心理学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这样的护法也好 来帮助一些人解决鬼压床 大师呢 也给我看了他的视频 好多个他做过的这些当地人 鬼压身的这样视频 所以我也觉得很好奇 哎呀这个在泰国居然那么受欢迎 有好多人会被鬼压身 那驱鬼师问我 你需不需要做 我说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鬼 我好像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 你们相信吗 你们相信有鬼吗 留言告诉我呀 打一表示你相信 打二表示你不相信 好吗 我也想知道 有人觉得这个鬼 到底是有一个人吗 好啦这支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见 拜拜